它並沒有那麼豐盛 那干貝也不可能用那麼大顆 所以我們這個干貝非常地貴 那其實這個成本是非常高 我們只是說重陽節 讓年長者能夠享受比較高檔檯 意思也滿等 那我們願意說這個成本滿高的 那我們願意說我們利潤放低一點 那我們願意敬老 再重陽節前戲 那一般外面鐵板燒一定都 普通的話都三四百以上 甚至應該一千多 那我們這個其實我們成本非常高 那蝦兒 那我們用新鮮的蝦 然後其實透抽也都 我們並沒有把那個頭 我們採購的時候不需要它的頭部 因為頭部的膽度成本比較高 所以我們只有用身體 透抽的身體 不用它的頭部 只有跟它購買 所以這裡成本都滿高的 那這個就是海鮮 中文海鮮叫做高檔檯 高檔檯地質包 然後一般外面的鐵板燒 你在吃之前要先炒青菜 炒青菜大部分就是說當季的青菜 那大部分是炒高麗菜 它只有炒高麗菜 可是我們為了說提高它的營養價值 所以我們裡面有加了木耳跟紅蘿蔔絲 木耳絲跟紅蘿蔔絲提高它的營養價值 那外面的炒豆芽菜 你在鐵板燒吃最完的時候 它會讓你吃豆芽菜 豆芽菜我們是用營養 就是說豆芽菜的頭跟尾巴都去掉 那營養是比較貴 在外面的餐廳都是用營養 不會用豆芽菜 就是用餐廳的營養 營養那個成本會比較貴 那營養其實 那台灣的韭菜花其實是蠻好吃的 又鮮甜 所以我們就把它搭配綠色的韭菜花 讓它提高它的口味 提高它的營養 甚至讓它的色看起來會比較漂亮 那所以我們加了韭菜花 在營養裡面加了韭菜花零板草 那至於說豆芽 一般我們去吃鐵板燒的話 你要吃香煎豆腐的話 是要另外加起來一份香煎豆腐 那我們就說希望聯償者 消費者在吃鐵板燒的話 所有鐵板燒裡面有的 我們都把它放進去 所以我們就裡面有香煎豆腐放在裡面 那一般吃鐵板燒你要加我要煎豆腐 那我們就把香煎豆腐放進去 那至於說一般的鐵板燒的話 是以前比較老一點的古早的年長者 他都知道 以前鐵板燒剛剛開始在賣的時候 它是有附香蕉豆腐 就是用香蕉下去煎 那香蕉下去煎的話 那如果在東南亞的話 包括新加坡 馬來西亞 印尼的話 他們香蕉是用炸的 用炸的 那我們就試過了 試過就是說我們認為說 這樣高齒而且用炸的 不過煎的這個都不太好 所以我們願意說讓年長者吃起來 或一般小孩吃起來比較清爽 有口感 所以我們就請麵包店的師傅 用蓮花 用我們台灣的香蕉 新鮮香蕉 然後用巧克力包覆 那一般外面 譬如說義大利麵跟吃那個披薩的話 他們香蕉是用巧克力 是用巧克力淋在香蕉上面 那我們這一次 特別跟外面所有的都不一樣 這是特別研發出來的 就用香蕉 然後我們用檸檬 因為檸檬味跟香蕉是搭配的 所以我們用檸檬白巧克力包裹香蕉 看起來很像香蕉的樣子 我們是請麵包店的師傅 他可以師傅上去研發出來 那我們再跟他就放在這邊 就讓大家在吃鐵板燒 認為說比較乾澀 或者是說會不會比較油膩一點的話 我們都會把它做得少油少鹽 所以吃得很清爽 然後讓香蕉、飯後甜甜 吃起來更清爽、更滿意 這一點是跟大家做簡單介紹的 謝謝大家 那這一款它是比較精緻嗎 它製作的時間跟一般的朋友 就是平常的蛋牌之間 花了多久 然後以及成本大概低到幾成 這個成本非常的高 大概成本就一百多塊 一百多塊 那我們製作的 因為它的品種、品項比較多 製作的過程它會比較辛苦 所以我們每天也只能限量 因為其實台鐵傳統的 就跟日本他們傳統的 比如他們傳統鐵道便當 比如說他們的日式豬排 或者什麼薑絲、豬肉的便當的話 其實都是他們飲食文化傳統的 那在台灣我們傳統就是我們台鐵的排骨便當 我們排骨便當效果非常好 就是因為這是適合台灣人的口味 那傳統的口味 那我現在研發的這款鐵板燒便當 也是希望說 希望能夠符合國人的口味 台灣人的口味 那你要吃日本的真正日本鐵板燒的話 其實在台灣所有的廚師或是餐飲宴 大部分都會以國人的口味為準 那你要真正吃日本的口味 你一定要在吃吃不同的 所以我是都希望能夠符合我們本國人的口味 這一點是我們的主要的目的 謝謝大家 那經理會不會就是有信心迎戰 因為對面那個日本鐵路便當 他們也要進軍台灣 那你有沒有覺得我們口味比較符合台灣人 或是我們有一些優勢可以講一下 不但口味有優勢 我們的菜色也有優勢 比如說他們的日式豬排便當 在之前日本的Hello Kitty 我們這邊有彩繪列車 日本的Hello Kitty就拜託我 研發便當可以在Hello Kitty列車上面賣 所以日式豬排 我在之前Hello Kitty專業的時候 我就研發日式豬排 那我的日式豬排跟日本 因為我日本有去考察過 也才能到日本去 那日本的日式豬排就吃起來 就會比較等於說它炸的 而且他們的菜式很好 它只是用高麗塞切絲在下面 把日式豬排釘在上面而已 那我就是感覺說他們的日式豬排 其實就是說會比較油膩 所以我在開發日式豬排的時候 我就菜色非常的豐富 我裡面有六七口菜搭配 然後我用醬 比如說日本的日式豬排 它有可能用可風醬 那我就是用研發的醬 是用白蘭蕾 加檸檬汁 加雙黃瓜 加洋蔥 下去半個 所以我這邊日式豬排 銷售非常好 因為大家都很喜歡我的蘸醬 那我這蘸醬 就跟日本的日式豬排 真的不一樣 因為台灣也很多餐飲業都有賣日式豬 那我都去吃過 去試吃過 因為他們的小菜都一樣 類似就是說我們早餐在吃的 那些鹹的 一些小菜 那我都是用台灣當季的蔬菜 比如說用蓮藕 用南瓜 用的比較健康的 然後吃日式豬排的時候 感覺不會那麼油膩 所以我看過他們的 其實他們的日式豬排 是有一兩樣的小菜 然後他們就是一些煙絲類 可以配飯 那我沒有 我不用煙絲類 我穿這種 我們本國的當季新鮮的蔬菜 那我來幫他們配菜 所以你們可以去做比較看看 是我們開學的日式豬排便當 跟日本的鐵道的日式豬排便當 可以做個比較 那我也認為說 大家彼此有競爭的活力 他們要來我們都無所謂 我們也就是說 讓消費者更多的選擇 那沒關係大家可以試試看看 大家可以說 可以說一些互相關買 學習 可能就是也可以任何的產業 比如說有義大利麵 我們那時候不能讓他們過來 不是生意 我們都歡迎各國的參與業 通通不來 讓我們大家彼此互相 有一個學習功能的機會 謝謝 謝謝 感謝劉欣琳 那剩下課 我們在伊朗